大家好,我是整齊外哥裡趙翔醫師 大家應該都有這個經驗 去搭捷運的時候 手要舉起來 拉車把的時候 如果腋下發出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一個味道 通常這個就是我們俗稱的一個糊臭 糊臭形成的原因呢 是因為某些人他的頂漿線 就在我們腋下的一個地方 他會分泌一些分泌物 那跟皮膚的細菌把它分解以後 產生一種比較奇怪的味道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糊臭 那所以如果我們要去改善這個糊臭的問題的話 就要把我們腋下的這些頂漿線的線體 去把它去除掉 傳統的話我們有割除的一個手術 但是這些方法都會有恢復期比較久 或者是說可能會有皮膚傷害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們現在利用微塑的一個原理 他是用超音波 他可以把我們這些頂漿線破壞掉以後 再用抽脂的方法去把它抽出來 可以減少手術的一個恢復期 也可以去去除這樣的一個抽微 光是這些大部分的改善 其實就可以讓我們大部分病人在生活上 減少了許多的一個困擾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面幫忙按讚 留言或者是分享 那也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